病理学家是民众平时看不见以及无法感受到的服务 因为他们平时都只是在实验室里头工作 研究细胞和寻找病因 但是病理学家却是整个医疗领域最关键的一环 更是医院服务项目的主轴 而在我国其实病理学家的人数并不多的 只有区区的350人 以人口比例来说的话大概就是1对8万人 那为了感谢这些位居幕后的病理学家 我国每一年都会配合国际病理学日 推出各种活动 而今年的主题正是病理学与癌症 身穿灰色上衣的卫生部副总监阿斯曼 今早抵达国家癌症协会 为一连两天的2018年国际病理学日主持开幕仪式 随后致辞时 这位副总监也不忘像那些平时 只能够在实验室里头埋头苦干的病理学家致敬 感谢他们背后的默默付出 为医学领域贡献不少 其中癌症和分子病理学为检测方式的医学服务 更是造福了不少的癌症病患 另外今天会场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眼前这个标本展览了 里头展出的可不是普通的标本 而是患有癌症的器官标本 让大伙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一看 这里所展出的患癌器官 包括了肝 大脑 子宫等等 当中也少不了我国第二大的 癌症死亡病例 肺癌 希望借此可以提高公众对癌症的警觉性 我们希望能够获得知识 那些人必须停下脚步看一看 因此,数据症死亡病例会减少 我们知道它可能很舒服 当我们展示这个 然后他们看到证明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知识 然后他们会停下脚步看一看